所謂的反滲透法 就是佛地摩法案 為什麼這樣講呢 因為他反滲透法通過之後 他讓台灣的所有人 不敢再說出 蔡英文或民進黨不利的事情 用電影裡人人害怕的佛地摩 形容蔡英文新黨開記者會 痛批反滲透法 簡直是惡法 你如果在臉書 LINE的群組上面 隨便PO對民進黨 或蔡英文不利的消息 馬上就有人會上門找你要約談 要找你插水表 或找你去喝茶 新黨指控蔡英文 有個台獨時間表分為四部曲 首先用維持現狀 掩飾台獨騙取政權 再來是篡改課綱 消滅中國史 反滲透法則是第三部曲 第四部曲就是打算 啟動兩國論入法入憲 但沒想到被林靜怡泄露出來 林靜怡身為民進黨國際部主任 又是蔡英文總統的發言人 她所講出這麼激烈的言辭 意識形態 這麼的讓人擔心 是不是反映蔡英文總統 我覺得蔡英文總統一定要講清楚 不能用 林靜怡所講話 可能被誤解 把她糊弄帶過去 我覺得這是不對的 距離投票日不到一個星期 小英真心話被自己人說出來 蘭英質疑蔡政府急著切割 只是為了就選票 介盤札一台若宜 台北報導